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宪法 各位同学好 今天是我们宪法第十一讲词的播出 这个讲词谈到的参政权 是上半部 今天我们也很高兴 邀请到高永光高教授来参与我们这个课程 高教授是政大政治学的博士 也是美国纽约大学的博士的候选人 目前他是我们的考试委员 这个高教授经验很丰富 他还当过政大社科院的院长 也是我们国家公投省委员的主任委员 那今天是不是请高教授跟同学见个面 彭教授好 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好 非常荣幸受邀来参加跟我们宪法有关的一些问题的讨论 非常高兴 谢谢 好 谢谢高委员 那今天我们这个参政权 我们所要学习的目标 也简单列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第一个就是我们理解参政权与民主的关系 第二个是明白我们民主政治的参与的这个基本的理念 第三个是了解民主选举的基本要件 再来是厘清法律对选举权保障的一些问题 最后是了解单一选区两票制的理论以及它的运作 那首先我们开始跟大家介绍什么叫做参政权 在概念上是什么意思 参政权通常来讲 它是指人民基于主动积极的地位 来参与国家政治或公共事务的一种权利 所以参政权本身来讲 在这里面经过相关的研究以及法律的规范 它有一些特点 比如说它必须要具备相关的公民的资格 才可以行使的一个权利 再来年满二十岁者 再来没有受净资产的宣告 或者说此夺公权 这些消极的所谓条件 所以参政权它本身是一个主动的权利 也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一个权利 不过我们参政权基本上 它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必须具备公民资格才能够参与的 比如说选举权 罢免权 创制复决权 另外就在资格上必须具备特定的条件 才能够参与的 比如说应考试之权 服公职之权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了解这个意义之后 我想请高教授跟我们指导一下 就参政权与一般的人权 是不是有一些根本的不同 是不是可请高教授做一个说明 谢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国家的发展 是从封建国家到现在的民主国家 那换究说封建国家的时候 人的这个基本能权是不受到保障 你生下来可能那个生命权 随时会被君主剥夺掉 所以人生而自由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宪法上面所谈到的 生下有生存权 有工作权 有财产权 那些都是基本能权 那么政治权利 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这个政治上的参与权 参政权 那这个英文叫做Polical Rights 就是政治上面的权利 那人权是叫做Human Rights 那换究说人权是生下来就应该有的权利 那参政权是进一步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决定 它的制定 它的执行 甚至于它的评估上面 所以Polical Rights是更进一步的权利 但这是比较传统的分法 现在大概大部分的国家 如果都是民主国家的话 政治有把这个参政权也视为是基本能权 这是比较崭新的观念 好 谢谢高教授的说明 也就是说这个人权本身 它是普及到每一个人 你只要是人 你就这个人权 可是参政权它有相关条件跟资格的限制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不同 好 底下我们就谈到 民主政治的参与的一个基本的理念的问题 因为在开发中国家 都是希望能够走向先进国家的民主政治 可是它经常有先天不足 以及后天失调的问题 造成它民主政治可以说运作了相当的不成熟 那这个先天的不足所强调的就是它本身过去传统的 比如说威权的文化 封建朝代的文化 在影响了它的现在的所谓的政治行为 那这后天的失调呢 是包含它的包含民主的教育 没有很扎实的去培养人民的相关的民主的一个涵养 比如说理性的容忍等等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必须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民主政治的运作呢 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很便宜的制度 它必须要付出相当学习的代价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请问高教授 在民主政治运作呢 它应该具备哪些个政治文化 才能够使民主政治比较成熟 民主政治的发展确实相当不容易 刚刚这个彭教授所说的 在世界各国的这个民主政治演变过程当中 确实是如此 所以才会有第一波的民主化 第二波的民主化 第三波的民主化 那正如同彭教授您刚刚所说的 要到成熟的民主 或者是说完全参与的民主 要经过一段非常长的学习过程 那最重要的几个文化 就是说老百姓啊 必须有第一个主权在民的观念 就是国家主权属于全民所有 第二要有大众之商的观念 就很多的工作事情 大家可以共同来讨论 第三要有多数学 就是所有东西到最后 没办法的时候就多数学 最后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法治 依法而治 我们讲说rule of law 那依法而行 那你对这个现况不满意 修法 大家在这个制度里面运作 那这个这样的民主政治 才有可能走向比较成熟的 这个稳定的民主政治 所以从高教授的说明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民主政治 它的确不是一个便宜的制度 你必须要付出相当学习的代价 包含传统文化的检讨 包含新文化的一个培养 比如过去我们在中华民国的 政治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到 我们35年制定宪法 36年颁布宪法 38年整个大陆政权就崩溃了 所以过去西方的学者 在研究这个问题上 曾经指出 好像中国人是用18世纪的思想 来运作20世纪的民主制度 所以民主崩溃了 美国哈佛大学很有名的一个学者 就Samuel Huntington 他也曾经批判过开发中国家的民主发展 他说他们的民主发展是什么 是追求一个没有次序的自由 这个没有次序的本质是什么造成的 就是如高教授所讲的 不锁法 不但人民不锁法 而政府也不锁法 一切政治掌握超越法律 所以使得他民主政治 没有办法很成熟的运作 使得他解决问题的能力 既然低于制造问题的能力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所以民主政治本身 它是有条件的 这些条件必须要很努力 很确实的去培养 包括我们的教育 包括我们的社会 家庭 学校通通都要注意到 这里面对民主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所以民主政治的本身 大家必须不要使它变成只是口号 要确实去了解它 譬如说民主 他非常强调民主的逻辑推理 那个逻辑到底怎么推 是有它的很多的知识的背景 跟条件的 小学生说什么叫民主 民主就是少数普通多数 那少数普通多数就能够单独构成民主吗 在民主逻辑里面是错的 因为它必须有先决条件 就像你们选举高票当选 可是你做票 且当选无效 移送法办 那这个就是代表了任何单一变相 是不可能单独构成民主 它是多元的变相所构成的逻辑 民主才有杂根的可能 好 关于这个主题 我们暂时提到这边就告个段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现在我们谈到另外一个主题呢 就是选举权的保障与运作 那这个选举权是民主政治的非常核心的 一个所谓的主题 那一般我们称为所谓的选举权是什么呢 这是具有公民资格者可以书面或其他的方式的意思表示 以选择国家机关或团体特定人员的一种权利 那这个部分在世界各国的宪法都有相关的一个规范 比如说我们讲巴拉圭的宪法第118条就规定 选举为选民的权利 义务与公共的职能 俄罗斯的宪法 第三条第二款 公民投票以及自由选举 为人民权力最高的直接的表达的方式 所以由这个我们就会理解到 这个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主题 但是在这个选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政治作为 但它是有一些条件的资格的限制 所以我们的选举资格呢 我们宪法是有规范 中华民国国民年满20岁者 有依法选举之权 除本宪法局法律别有规定者外 年满23岁者 有依法被选举之权 那另外我们在以专职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第四条也明确的有类似的规范 中华民国国民年满20岁 无下列情势之一者 有选举权 一 此夺公权 尚未负权者 二 受近资产宣告 尚未撤销者 那这个都是属于我们关于选举权的一个资格的限制 那在这里面我们简单 我们提一些项目来跟各位说明 比如说妇女 因为经常受到男女不平等的影响 在传统的社会 妇女是没有投票权的 那现在我们有个表格 让大家了解 就是各国妇女取得合法选举投票的这个时间 大家可以发现到 最早是1868年 美国怀俄民州 它是第一个有的 那这样像中华民国是到1947年 这个美国是1920年跟英国一样 妇女才有选举权 那最慢的在这表格里面是 1990年南非的妇女才获得真正的投票权 但是正面有规范 1930年南非欧一的妇女才有选举权 其他的却没有 所以他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限制 所以由这个调查表里面 我们请高教授来说明一下 各国妇女取得合法选举投票权的时间 有很大的差异 请问他为什么困难度会这么高 彭老师所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 那因为这个跟整个的那个性别议题是有关系的 跟整个全世界大概妇女的地位的这个发展 也有密切相关 因为我们知道在不管在哪一个国家的历史上面 基本上来讲 我们是从母系社会走到妇系社会 那在妇系社会之下 特别是在封建君主时代 妇女的地位基本上都是比较低的 它是比较附属 那现在是不一样 现在我们那个妇女地位 大概各国只要是先进的民主国家 都提得非常高 那台湾当然上面 资料上面写1947年 那是因为我们实施宪法 所以我们一实施宪法 男女都有投票权 但是像英美这么先进的民主国家 它也是到1920年 英美这两个国家 才同时给妇女投票权 那南非更不必讲 它所谓欧一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那个族群的歧视 在这个里面 所以妇女的地位之所以没办法提高 是因为在传统社会里面 我们讲就是现代的社会 特别是24岸之后的社会 那么在之前 大概妇女受教育的这个机会都比较低 那另外财产在户系社会之下 是以男子为主 那很多实施民主国家的这个政治 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它刚开始实施民主政治的时候 像美国 它基本上常常会有财产的限制 英国也是一样 那么妇女是 她过去在夫妻社会之下 在她的那个名下面是没有财产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妇女早期都是没有投票权 还有刚刚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教育 社会地位 过去我们很多就业 是妇女的百分比是非常低 就以我们考试院来讲 我们经常统计这个公务人员 那长期以来呢 当然还是公务员里面 男性的比例 看起来女性是 现在是很会读书 现在考试女性都很强 但是过去 就是长期累积下来 我们如果从到台湾来 1949年以来 这数字一直给它计算 那还是男性的比例 百分比还是比较高一点 所以这个是跟整个人类社会的 这个妇女地位 特别是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 影响到政治地位 所以各国实施 还有一个先后的一个顺序 那当然性别这个问题 我们是在这里也是要强调 性别绝对是要追求平等 尤其是现在的社会 对女性要尊重 当然对男性也要尊重 那两性之间呢 应该是要有一个平等机会的发展 所以这个从人权的角度上来看 男女两性 在生前都没有选择性别的权利 他当然不能在出生之后 就受了这么大的差别待遇 或是歧视 这是根本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 这个投票权还有一个值得注意 就是法定的年龄 他必须要到达一定的年龄 他才具有投票权 因为有的国家是16岁 有的国家是17岁 有的国家是18岁 可以说差异很大 而且在这差异当中 各个也有很多很奇怪的一些 所谓的做法 比如说我们从下面一个解释里面 大家可以了解 比如说像这个澳大利亚 他所有18岁以上的公民呢 强制性投票 否则触犯刑事所谓的罪行 像玻利维亚 已婚者18岁 未婚者21岁 才有投票权 这也是很特别的规定 在底下我们看波斯尼亚 16岁到18岁的 在职者 亦有投票权 再来像巴西 18到70岁 属强制投票 但军人不可以投票 像多米尼加共和国 已婚人士皆有强迫性 普遍普选的权利 但军警不能投票 那再来像所谓的瓜里马拉 军人不得投票 以及在投票期间 只可留守这个军营 再来像所谓的梵蒂冈 更有意思的是 只限80岁以下的红衣主教 才能投票 那再来像意大利 一般18岁 但参议院的选举 投票权则是25岁 所以由以上这些说明本身 我们可以有一个问题 请教高教授一下 为什么洗脱国家的投票权 它的限制很特别 有强制性投票 或是说军人不可以投票 像这些不合理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 其实民主国家里面 强制性投票还是比较少一点 因为我们在之前 宪法课里面 我们曾经提到过说 参认权是一种权利 但如果变成强制性的话 就变成是一种义务 所以这个观念基本上 是跟民主政治 在本质上稍微有点差异 不过有些国家 他采取强制性投票 有他的一个历史的传统 跟他的社会背景 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 不过基本上面来讲 投票权大概都比较是 一种自己公民 可以自己来决定 要不要去投票 但我们还是希望 大家能够参与投票 因为你如果不投票的话 你等于放弃了 决定公共政策 或决定候选人 这样的一个权利 关于年龄的限制 事实上也很多国家不一样 最近我曾经读到一个资料 欧洲的国家 特别是瑞士 都有学者主张 14岁就有投票权 因为西方的这个国家 它发育比较快一点 可能14岁 或者到15岁 它心智就有某种程度的成熟 可以参与一些公共政策 究竟是几岁 这也很难定 你说20岁跟19岁 18岁 18岁就比较成熟吗 19岁就比较不成熟吗 这个看每一个国家 它的这个国情不同 因为民主政治是需要一些训练 所以一般是认为 年岁 年纪 那跟你的经验 跟你这个认识事物的性质是有关系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那关于军警能不能投票 刚刚彭老师举了很多例子 其实大部分都是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国家 它因为军人干政 成为一种过去的 现在当然这个情况又变得更复杂 那这个军警经常干政 特别是军令它本身是拥有合法武力的执行公权力者 所以一般状况之下 有些国家 这个军人干政情况比较频繁了 它就限制军人投票 不过正常状况之下 军人是允许投票的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这个军人也是一个所谓的国民 他也是一个公民 宪法保障他的参政权 所以军人应该是有投票权 我们台湾中华民国本身在这一块上 确实能够掌握这个原则 但是很多的开发中国家 就是因为有特殊的因素 而没有办法让军人有投票权 那这个本身仍然有很多值得讨论的空间 也在理论上 我们要保障参政权 那个别因素上 看各国的发展经验 好 那这个主题我们到这边就休息一下 好 我们谈到这个 刚才讲的这个投票权 那这边签的问题相当的多 那现在我们有两个问题 想要请教高教授一案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我们大家很关心的 就是说被拘禁在看守所里面的人 是否有投票权 假如是有投票权的话 为什么不能去投票 如何来解决这一个问题 理论上来讲 这个非常有趣 过去我们讨论非常多 理论上来讲就是说 除了到判刑确定 他被这个持夺公权 公权这个部分就是参政权 他事实上才是有投票权 可是他被拘禁在这个看守所里面 他已经失去了 暂时失去了行动自由 那他怎么去投票呢 不过我们现在在研究这个 不在即投票 也就是说你不在乎基地投票 因此可以采取通讯投票的方式 这部分是已经有人在倡议的 那我们国家也在研究 所以将来这一部分 陈正权这一部分 特别是留在看守所的这一部分 可能将来有机会是会有投票权 所以这个问题 别的国家是已经实施 像美国他基本上用通讯投票 他基本上就可以拥有投票权 所以还是可以解决 所以那个通讯投票 vote by post 他也是一种所谓的缺席投票 也就是刚才告知不在即 但你可以完成合法的 有效有结果的 有法律效果的一种投票 就像美国的公民不回美国 在台湾照常可以选美国总统 那将来我们这个 所谓不在即投票去执行的时候 我们很多在美国的公民 也可以不必回台湾 直接就在美国投票 那这个就是一个解决这方面 很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方法 那另外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被拘禁在 某些特殊场合 比如说像高雄 那个龙发糖 那些精神病患 他是按照民俗医疗的方式 被拘禁在那里 他表面是一种医疗 实际上他没有行动的自由 可是呢 这些人到底有没有投票权 假如有投票权的话 他的法律依据是在哪里 假如没有投票权的话 他们为什么又跑去投票 彭老师问的这也是非常犀利的问题 那这个好像应该由中选会来回答 不过这个是我在学术上是讨论过很多的 因为过去这个像有这个某些地方 特殊的一个地方在南部 那这个他的一些病患呢 是从民俗的治疗方式 但是呢 是由看护他们的这些人 带着他们排队去投票 那我们看到那个电视的画面 看起来这些人呢 就不能够行使这个自由意志之下的投票 最重要的投票是 你行使投票权的人要有自由意志 不过我们法律规定 就是投票权 它有两种 一种是两种条件 一种是积极条件 一种是消极条件 积极条件就像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说 你年盲二十岁 那有一定的居住的这个时间 在你的户籍地你有投票权 但另外一种是消极条件 我们的消极条件呢 其中就是有关这个精神 精神好弱到某一个程度 但这个东西是你要有这个证明的 那么另外一个东西呢 就是说被宣告禁制产 禁止的治理财产 就是禁止治理财产 表示你这个人精神好弱 或者是心神丧失到某一个程度 不能够理性的去行使行为 但这个有一定的法定程序 那么刚刚提到这个例子说 有一些看起来怪怪的 还去投票 就他没有透过这个程序 所以你不能剥夺他投票权 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才看到 有一部分这样的人 他去行使投票权 主要是这个原因 对 所以这个 这个他们 因为 我们是强调 被禁止的宣告 才没有投票权 可是这些人事实上 家属都认为他将来的病会好 所以并没有去法院申请禁止产宣告 而法官也不能主动来禁止产宣告 所以他们是有投票权的 但是这投票的品质 当然有问题 会影响到我们的民主政治的一个 所谓的素质 好 那底下我们就谈到另外一个关于民主的选举 那这个民主的选举 要怎么样达到真正的民主选举 现在在学者的研究里面 民主选举必须至少符合下面七个条件 那这条件 我们台湾过去的发展 或多或少是违反了这些条件 比如第一个 选举法规必须在民主的程序中完成 而且由于独立的司法负责解释 第二 办理选务行政必须是诚实有能力 没有党派关系 而且是理性的公平 再来 在指定的时间能完成定期性的选举 再来 就是说 选民投票必须是自由 平党及秘密的 投票的结果也必须诚实的被公告 第五个 多数决的胜利选择 必须被认真的执行 再来 选举时 政党必须推荐候选人 及公共政策 选民既必须公平地取得基本的资讯 最后 就是选举的过程 必须在包容性的参与下 进行公开的竞争 而且必须依法限制 权力斗争的介入 所以以上这几个条件 很明显是一个民主选举很重要的东西 当时我提到 这是过去有或多或少 在自己的原则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守 而且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那这些 哪些地方没有被遵守 它会有什么问题 你们请高教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谢谢 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在民主化之后 特别是在1996年总统大选之后 特别到21世纪 纽约总部是在纽约的自由之家 对于我们台湾的自由程度的评比 都是完全自由的国家 换句话说台湾已经基本上是被认为是一个完成民主化的国家 那剩下的只是一些瑕疵 那最重要的东西 我想目前就我所看到的比较重要一个就是说 有关竞选的发费 这个部分大概竞选费用的规定跟申报上都是不实在的 这个我们必须研究怎么去改进它 另外一个是竞选活动的期限的限制 如果要严格执行起来的话 那每个候选人大概都不合法 每天都在选举 可是实际上我们每样选举都有法定的这个选举期间 像这个在法律规范跟实际之间 有些差距还是值得我们去改善 让我们的民主更完美 对啊 所以说民主的这个选举 它现在条件是很多的 那这些东西有些在短时间可以做到 有些必须要长时间去培养 他才有办法认真去执行 否则像现在很多的政治因素的介入 而造成选举的不公平 而产生很多选举的冲突 这也影响了我们整个民主选举的这个 所谓的素质 那这个是值得注意的 那过去的威权统治时期 根本上无所谓民主的选举 因为在一党主导之下 一切是为党能够继续执政为优先 那现在走入宪政民主的时候 为什么政党竞争胜利了 他要去掌握中选会 就是希望在选拔法的修改上 他能够取得更有力的当选 继续执政 这都是问题 所以这些是我们追求民主制度当中 大家必须要关切的 好 今天没实践关系了 我们这个讲次就暂时谈到这边告个段落 谢谢各位同学的这个收看 也感谢高校授在这边的一个参与跟指导 谢谢 在这边 高校授在这边 hof 正 밖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